是这样的 因为我可以唱 如果派克特在我这儿 有些时候我甚至可以不用说唱 我全部可以交给他 然后我们可以穿插的来 当然我们不希望去约束 任何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很怕说没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对 明白 谢谢三位老师给的建议 可能是因为我也是综艺节目出来的 我求生欲还是挺强的 我觉得我是来竞争的 所以说我是有战术的 派克特我第一轮是不会选的 因为我知道我的兄弟一定站在我身边 当然 所以我们必须要赢 然后就是这两位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这一轮不选你们 下一轮你们还会来吗 会 您呢 姐妹 会 那所以说现在我的乐队已经成了吗 这个战术其实也很聪明 有一点聪明 有点贼 好 你的决定是 我会先选择鼓手来跟我沟通 王蔡就骗了 你看 我一看就骗了 他说他会选 所以我太诈了 所以如果他觉得是我拒绝了的话 那这个兄弟就不用打 这点默契都没有 那一边开玩笑 其实这是我们的战术肚一 一切都在我们的合理计算当中 快点开玩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